紅遍全球的夯曲 一手接一手 每次回歸總能帶來驚喜 如今又再度打破新紀錄 只是這一回不是在打歌舞台 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法國巴黎總部 南韓高人氣男團 Seventeen 最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任命為青年情善大使 創下南韓歌手首例 透過和聯合國單位合作 在東地問建立學習中心 為當地人提供電腦 外語等培訓 不只團體在國際上大放異彩 甚至小分隊出動 也都能創造佳績 最新由成員敬和元佑組成的分隊 推出新歌成為K-pop 時尚首周專輯銷量最高小分隊 更創造出名場面 兩人穿上襯衫精緻裝容 默契絕佳的性感互動 席捲攝取平台 而母公司HYPE娛樂前輩BTS防彈少年團 也曾前進聯合國演說 同樣持續寫下國際新紀錄 歐美音樂權威 Billboard Rolling Stone雜誌都大讚RM新專輯 形容他打破了K-pop界線 以音樂探討自己的不同定位 隨著南韓團體成員用音樂走出世界 持續造福無數粉絲 剪新聞也會這麼到